嗨 我又回来了 今天呢 想要分享的这个 这个 topic 就是叫做 CAGR CAGR就是 Cumulated Cumulated Annual Growth Rate 这CAGR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复利的一种算法 什么叫复利 就是雷达雷 就好像你的 FD 如果今年你放进去了 然后五年过过没有提出来 然后你有去renew的话 然后它的利息其实是会一直 要倒倒倒倒倒倒小回 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雷达雷 利息又覆盖利率又再覆盖利率 所以它是会越来越多 利率会越来越增长的 所以这个 CAGR呢 其实它不只是单单用在房地产 其实它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 用在其他的投资工具都可以的 都没有问题 嗨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 到底这个 CAGR 它是可以怎样用来预测 你的房地产 它的未来的走势 我想说它只是一个预测 它并不一定是百分百准确的 不过你可以用这个工具 来做一个预测 如果你要买 那一个 project 或者是那一个大型的开发项目 你可以用这一个东西 CAGR来做预测 因为CAGR呢 它其实用长时间 是用一个长时间来做观察的 所以不管那个市场是上 还是那个宅市场是下的话 它可以拉出一个平均数来说 所以你大概都知道你每一年 你是可以有着8%或者10% 或是超过10% 年复年复利的那个回酬 所以这个是 你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 所以呢 你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图 OK 当我们要买进一个新的这个开发项目的时候 我打个比喻 因为这个是我做给我顾客看的 OK 我打个比喻说 现在这个TRX 就是Turansia Exchange Turansia Exchange 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要把它打造成 就是整个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回教的金融中心 OK 因为这个是要打造成一个金融中心 因为马来西亚是 它没有这种很规划性的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现在呢 这个算是一个新的这个概念 OK 那么新的概念 如果你要投资进去的话 那你就需要找出 啊 类似就是往年 啊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一些 啊 同样那些 啊 同样是大型的发展项目来做比较 OK 啊 如果你可以看这个图呢 你就一看到 啊 就好像有 啊 啊 还有这个 OK KL Central 它是综合性发展 OK 然后很多IT的公司都在里面设立公司 OK 就连阿里巴巴也是设立在这个 啊 啊 啊 OK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 OK 这些啊 啊 综合性发展项目呢 它 虽然它有它自己的定位 OK 好像Budgeshout是Cyber Center 可是它是一个很方便的 啊 就是它好像走路啊 你可以大概五到七分钟 你就可以走路到LRT 然后它有它的 shopping complex OK 或者是它从这个站 可能踏一个两个站 它就可以到KL Central 或者是到Bit Valley 所以它是交通很方便 然后呢 你要到达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highway可以到达 然后它也有连接的那些大道啊 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再来呢 KL Central更加不用讲的 它是更加方便 OK 也是有酒店啊 然后有那个shopping complex啊 在里面 然后有很多国际的办公司 都是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放在TRX OK 因为TRX同样的 啊 如果你看到 看过TRX的大蓝图的话呢 其实呢 它是有包括了酒店 然后它有包括住宅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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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 Central和Banzasov这两个地方的综合形很像 而且它的发展项目的规模其实是蛮相似的 我们看回这个图 我们看回这个图 其实他们的规模其实是蛮一样的 就好像Banzasov是60个英模 KL Central是72个英模 TRX就是70个英模 所以你看到它的厘米规模是蛮相似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GDP 因为GDP呢 你可以看到当然TRX它是会更贵 因为是它地段的关系 它地段的关系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邀请很多很多 国际上很有名的国际伙伴进来 然后我听说这个Apple 它是在 就是它打算在里面开一个 就是Apple自己本身在里面开 就是TRX里面开 所以里面是有很多国际很有名的商家 所以它的发展的GDP当然是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看 到底是怎样去做预测呢 我们就需要找出之前 他们第一次Launching的那个价钱 当然因为我们是要预测TRX的住宅 Residential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找回KR Central或BunsterSouth 他们当初第一个Launching的那个价钱 他们到底是Launch多少钱 我们是以平均的Busquare Feet来说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Busquare Feet 很多年前它是卖这样的价钱 然后来到金时金日 这个其实是去年的价钱 来到金时金日是多少钱 所以它有着这么长的历史 有着这么长的历史 有些是可能超过五年 超过十年的历史 所以这些年 这些房地产在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有起起落 平均来讲它的CAGR 其实呢 Busquare Feet是有11.26%的 就是说你每一年你的Return 你是雷达雷 就是11.26%这样达取消的 就是每一年都11.26% 所以是会增长到很快的 所以当然年一定是比FD高 就算你FD我们说之前 它有去到3-4%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的话 其实它是有大概三倍 超过FD的 然后QR Central呢 就是有8.01% 所以我们就看回这个 就可以知道 大概QRX 我们说如果它不要讲太差的话 可能它也是会有一个Bug 到可能12% 这样的回酬 这样的那个Layup 就是那个Compound Interest OK 所以你要知道 Compound 复利这个东西 Compound Interest 复利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恐怖的 因为它是把你的利息 又在reinvest了 然后又在 Compound 又在reinvest 又在compound 又在reinvest 又在compound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CAGR呢 我觉得你是一定要学下来的一个东西 至于你要怎样去找到这个CAGR呢 这样你就不要问我那个FORMULA 因为这个FORMULA是很复杂的 而且是用普通计算机算不出来的 你是需要用一个financial卡片来算 OK 而且就算你给我看那个FORMULA 我也是 我有那个计算机 我也按不出来的 因为它FORMULA其实是太复杂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要怎样呢 其实你可以去Google 你就打CAGR 或者是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那么它就会出来了 OK 如果你不要去打的话 那么你可以注意我们上面的那个链接 OK 那么我们就会share那个link OK 那么你就可以用那个东西去做 去算满这个CAGR